珍贵的顾问晚上吉祥 珍贵的会长晚上吉祥 珍贵的各位大道同修晚上吉祥 我们今天接着继续来上英语的纵若读部分 我们紧接着上一次课所讲的内容 上一次课讲到了英语当中 在一些情况下有一些情况下虚词而不需要若读的 我们应该用它的强读式 一般的有哪几种情况呢 有四种情况我们来一个一个的来说 上一次课我们讲到了第一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讲完了之后呢 但是我们还没有给它演练一下 所以我想我们首先我们来给它演练一下 因为我们拿麦这样演练了一下之后 我们的印象会更深刻一些 以后呢有助于我们能够把它 在我们胸口衣当中把它给作用出来 第一条规则就是在什么时候不要用它的弱读式 而要用它的强读式 第一种情况就是在强调对比的时候 强调对比的时候 它很多情况下它如果强调对比的对象 就是需要说明的时候 就是强调它是你说是代词呀 或者是借词等等这些词 按照一般来说这些字 代词或者是借词 它们是虚词应该是弱读的 但是在像两种情况要强调对比的时候 我们就应该用它的强调式 就是为了突出一下强调一下 我们看现在安丽丝老师 他给了我们两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我们看 I didn't tell him I told her 这句话 我们可以很明显的能够看出来 他讲话的这个作者是想强调一下 强调说我过去这个didn't 就是过去事 我过去没有告诉那个him 那个男的那个他 我告诉的I told her 是告诉的那个女的那个他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就不能用他的him的road 就不能说told him 就不能用im 也不能用这个er 而是用他的强调式 这种情况 好 这是第一个 第二句我们来看一下 他说it's from inis not for inis 他说it's from inis not for inis 就是这个东西 他说it 我们说指代的是一个什么东西 他说这个或者是一个消息 或者是什么什么的 总之是指代了一个什么 他说他是来自于伊丽丝的 就是伊丽丝的 而不是给伊丽丝的 一个是来自于他 是来自于他的 而不是for伊丽丝 不是给他的 所以他这里强调了 虽然是两个戒词 一个是from和for 但是他强调的一个是for 就是说 因为他是强调于对象 是哪里的 所以这种情况下 这两个戒词 就不能用他的弱读形式 还应该用他的强读式 强读式 就是为了强调这种情况 好 下面我们就请老师和同学 来演练一下 就是为了加深我们的记忆 OK 好 法龙师兄 有请 I didn't tell him I didn't tell him I told her It's from It's from I didn't Not for ages Thank you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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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nk you OK 如果我们是想再更加强调一下 除了他的强读式 就用他的强读式之外 我们其实如果是为了更加强调 也可以在读的时候 语气 也可以再加重一些 I didn't tell him I told her I told her 就是为了引起别人的注意 就强调一下 比如下面一句 It's from Inis Not for Inis 除了这个我们用他的强读式之外 我们还可以在这个from 或者for 这里把它时间更延长一点 It's from Inis Not for Inis 好 是这样子 接下来 有请觉醒师兄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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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didn't tell him I told her It's from Alice Not for Alice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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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Thank you Thank you very much OK 好 接下来有请 非常好 接下来有请 如意子 老师 晚上好 那个 我读不下来 快点快点 老师在等你 快点 快点 你怎么这样子的呢 一会读一会又不读的 快点 快点 老师等着你 读一下呢 不得不得 不得上 不好意思老师 小菊师兄你读吧 他不读 Sorry 没关系的 没关系的 好 有请小菊师兄 好 谢谢老师 我试一下 我不一定读得出来 但是我想尝试一下 OK I didn't tell him I told her It's from Alice Not for Alice Yes Thank you Thank you Yes Thank you Thank you 对 其实在我们讲话当中 其实我们的语气 很多时候 就是 它能够表达 我们是否强调 语气 它很重要 OK 好 我们再看一下 第二个 第二个情况 第二个情况呢 是指 在据尾的时候 是指那些虚词 在据尾 哪些虚词呢 我们说像 代词 还有戒词 等等这些词 虚词 在据尾的时候 它在据尾的时候呢 这种情况下 这些词 虚词也应该用 它的强读式 而不是用 它的弱读式 比方像下面这个 What are you looking at at 它的弱读式 它是at at 一般的情况下 我们不读说 What are you looking at 应该用它的强读式 下面一个 Where are you from from 这个词 它的 这个戒词 它的弱读式 是from 这个or 发生 from 应该的 我们一般的读的话呢 也应该读成 Where are you from Where are you from 不读成 Where are you from Where are you from 用它的强读式 而后面这一句话 我们看一下 我来自于伦敦 它这种情况也是from 但是这个from 它是在句中 在句子的中间 这种情况 我们就可以用它的这个 弱读式了 就说 I am from London I am from London 我们也可以说 I am from London I am from London 这个都可以 OK 好 这是这种情况 就是说 当借词呀 或者带词呀 等这些西词 在句末的时候 一句话的末尾的时候 应该用它的强读形式 而不是弱读形式 好 接下来有请大家 我们把这一条规则 再把它练一下 练一下 就有助于我们大家的记忆 记在我们的 在我们的发誓田中 好 有没有老师和同学 来演练一下 这一条规则 好 有请子年师兄 老师我请教你一个问题 就是说 你来自哪里 Where are from 这里的那个 又省略了吗 Oh yes 他这里是 对的 Where are from 对他这里 应该是又给他省略掉了 对的 OK 对对 他这个 又给他省略掉 应该是省略掉了 对 好 谢谢你 What are you looking at? Where are from? I'm from London Thank you OK 好 Thank you 好 谢谢子年师兄 接下来有请 法龙师兄 OK 您读的时候 就可以把他的这个足语 from 给他 you 给他带上去 OK 好的 Thank you What are you looking at? Where are you from? I'm from London Yes OK Thank you 你读的好友 这个外国的这个强调 真的很像外国人 OK Thank you 好 这是这一条规则 哦 真务师傅 Sorry 真务师傅 好 有请真务师傅 Yes Thank you so much 桑老师 Thank you Yes 我来试一下 Where are you from? I'm from London I'm from I'm from London Yes 还有上面一句 真务师傅 那个 Where are you looking at? Yes Are you looking at? Yeah Yeah OK Thank you Thank you so much Yeah Thank you 好 接下来 有请小军师傅 好 谢谢 What are you looking at? Where are you from? I am from London OK I am from London 谢谢老师 好 谢谢你 我觉得您读得也好有外国人的那种感觉 好的 Thank you 好 我们接下来再看第三个 关于什么时候就是虚词要用强读式的 它的第三条规则就是说在否定的情况下 在它否定的情况下呢 一般来说要用它的强读式 我们看一下像这个 我们看一下这个逆句 一般来说像I can speak English I can speak English 这个情况I can Can这个词 它这个情态动词 这个虚词 我们有它有弱读形式 它的弱读形式是可能 一般来说我们可以用它的弱读式 叫I can speak English I can speak English I can speak English 下面一句 它的否定式 叫I I can't I can't speak English 我不会说英语 这种情况下 这个情况呢 你就不能 我们就不能够把它 就是说I can't speak English 应该是用这个can 用它的 用它的这个强读式 Count这个词 它的强读式 它有两种 一种是Count 那个A 中间那个A 它发的A 就是Count 或者那种 每诗音当中 它发的A 就是Count 或者是Count 都可以 所以这一句话 它的这个否定式呢 它就应该说 I can't speak English 或者I can't speak English 就应该用它的强读式 而就不能用它的弱读式了 这是这个 这一条规则 就是否定式 我们的否定式像这个 还有很多 除了这个can 这个情态动词 还有其他 我们学的好几个情态动词 还有我们前面所学的 注重词 像 Dance Ded 还有Do 还有我们 Have Has Had 这些词 它的否定式的话 我们 一般的来说 都要用它的强读式 而不要用它的这个弱读式 好 下面这一条规则 有请大家 拿麦 我们来演练一下 有请觉醒师兄 OK Polize I can't speak English I can't speak English Demara Yes Yes Thank you Yes Thank you very much 好 还有没有 好 Wen Shu 好 有请Wen Shu 师兄 OK Polize Good evening Wen Shu I can't speak English I can't speak English Yes Very good Yes Very good OK Thank you You're welcome 好 接下来有请法郎师兄 I can't speak Englis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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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nk you OK Thank you Thank you very much OK 接下来我们有请 Zheng Wu师傅 OK Yes Thank you Thank you so much I can't speak English I can't speak English 然后下面是 I can't speak English I can't speak English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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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OK 他其实这句话当中 第一个 I can't speak English 我们也可以读成 读成他的弱度形式 I can't speak English Anise老师 他放在这里的意思的对比 意思放在这里的意思 就是说 要我们对比一下这个 Can 他可以弱度 就是说 他在肯定句当中 可以弱度 但是在 他的否定句当中 就不能弱度 所以这一句 我们都可以 I can't speak English 或者 I can't speak English 都可以 好 如果我们是想为了 强调一下 突出一下这个规则的话 我们就可以为了 加深印象 我们可以把第一句 读成他的弱度式 第二句呢 我们就读成他的强度式 OK 好 接下来有请 小菊师兄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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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谢谢老师 OK 谢谢你 I can speak English I can speak English I can speak English Can't I can't I can't speak Speak English I can't Speak English Thank you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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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nk you very much OK Thank you 好 这就是他的这个强度式 虚词用强度式的第三条规则 就是我们给他念完呢 就是在否定式当中 这些 虚词 情态动词 或者是助动词 都用他的强度式 第四条规则 就是说话慢的时候 一般的呢 是要用他的强度式 但是我觉得在这地方呢 就是说 说话慢的时候 要用他的强度式 就是I 比如说像叫I lead to go to the shop 这里 最低句话当中 两个词像to 它的强度式的话 在这个句子当中是to 一般来说 比方说 I lead to go to the shop 这样就很慢 I lead to go to the shop 这样说的很慢的时候呢 一般就用强度说 I lead to go to the shop 说的快的时候呢 一般是用他的强度式 但是我觉得 我自己觉得 就是有一点是这样子的 就是说 因为像这些规则 像这个强度式 强度 包括连读这些东西 我们自己在训练的时候 其实是有一个过程的 包括这些强度 它这些规则 我们有一些像这五十来个 这些词 我们开始的时候 就是 开始的时候 我们在训练的时候 其实可以慢的 可以慢 然后呢 就是为了把它的这个弱度 给它读出来 就是可以开始 练的时候可以慢的 这个我们可以 开始比如 I lead 这个to 它的弱度形式是to 我们可以说 I lead to go to the shop 然后 I need to go to the shop I need to go to the shop 我们可以慢慢开始这样念 把它的这个弱度读出来 这样念 念熟了之后 就都有一个过程 念熟了之后 我们就可以把它速度 再加快一点 不可能就是说 我觉得不可能在开始一读 就能让它读得很快 然后弱度的话 就能读出来 那个确实是 确实是需要一个训练的过程 才能达到的 所以说呢 我认为是这样子的 所以我们也 这一条也不用纠结 就是说在训练的时候 就慢慢的 速度放慢的 慢慢的在念它 慢慢的在念它的弱度式 以至于以后呢 能够达到快速 好 时间到了 今天我们就到这里为止 不尽地感恩大家 对我谦卑地接受 包容 聆听 和慈悲地提醒 我方卖 Hello Hello Good evening everyone Ok ok Thank you so much 现在正常 Ok 那我们今天继续来学习章程 今天我们要学的是第四十五大条 Special General Meetings 特别全体成员大会 我们要学第四十五条里面的第一小条 除非副表令有规定 否则构成全体成员大会 法定人数的半数成员 可为了特别全体成员大会 向委员会提出书面请求 嗯 ok 里面呢 这句话里面有一些生单词 其实我们有学过 Constituting Torum 还有 Written Request 这些我们都学过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它的意思 我们先来稍微复习一下吧 看大家还记不记得这些意思 Constituting 它什么意思 Constituting 只有学霸知道它的意思 ok Difford也知道 还有其他的 同学知道吗 Constituting Constituting 它是什么意思 然后它 它在这里是一个动词的ing形式 那它的动词大家还记得什么意思吗 它的动词怎么写 然后是 什么意思 对动词的话 我们的学霸已经打在公屏上了 它是Constitute Constitute 是构成组成的意思 好 Next one 下个单词 Coral Coral OK 好 这个单词大家都知道 它是法定人数 没错 它是法定人数 会议的 法定人数 Written Written 书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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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一个是write的动词过去分词 然后在这里做形容词 它代表书面的 书面的 好 下个单词request request request 对 request在这里呢 它是一个名词 是请求 OK 好 那我们还是来看一下这几个单词 在生词表里面看一下这几个单词 复习一下 那分词比较傻 但我们也可以来学一下 首先第一个是constituting constituting constituting OK 不知道我中语有没有发动 我们看一下 constituting 它是组成 构成的一个动词的NG形式 好 Mix one chor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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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名词 是指会议的法定人数 会议的法定人数 chorum chorum 下面一个 request request 请求是名词 written request 就是书面请求 make a written request 就是做出书面请求 做出书面请求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句话 它里面的一个句子分析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句子语法 结构图 好 首先看一下它的主语 整个数的主体部分 就是half the number of members may make a written request may make a written request 这个就是它句子的主干 主卫兵 它的主体意思是说什么呢 就是 一半的成员的数量 可以做一个书面请求 一半的成员数量 也就是说一半的会员数量 half the number of members 会员 会员的一半数量 然后位于是 前台动词加 十一动词make 可以做 make a request 就是做请求嘛 那这里是做一个written request 它有一个形容词 就是说要书面的请求 要做书面的请求 这就是这一个句子的主干部分 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枝叶部分 看什么去修饰的 首先它足以有一个 动词的现在分词短语 加个戒词短语 它做后制定语来修饰这个 这个主语 就是会员的一半 成员的一半人数 我们看一下它这个成员的一半人数 是指什么样的成员的一半人数 它这里有说 constituting a quorum for a general meeting 就是对于一个 它这个一半的人数是指对于 全体成员大会 组成全体成员大会 的法定人数的一半人数 那我想问一下大家也有学超前 我想问一下大家 组成在我们章程里面组成 全体成员大会的法定人数的比例是多少 它的比例是多少 大家应该学到那一点了吧 就是跟王老师那边学到 不知道有没有学到 百分之五十 你们 let me check 我今天特意看了一下新章程哦 新章程这里面 它这里 quorum at general meetings at general meeting 第五十点学了吗 这一点学了吗 我最近也没有 不知道大家学了没有 这句话 请问这个新章程第五十点学了吗 学了是吧 可能大家学的是 是这个百分 新的百分之三十吗 还是百分之五十的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新章程啊 新章程里面它有说了 它说 呃 这个是全体成员大会的法定人数 法定人数 它这里有说at general meeting 那这就是在一个全体成员大会上 然后它出席的出席的会员 百分之三十的出席的会员 它就可以构成一个法定人数 构成一个全体成员大会的一个法定人数 ok 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一句 如果大家学了 那么这两个知识点就要连在一起啊 大家就更能够明白 好 那我们我们这里的它组成一个全体成员大会的 法定人数的一半的数量 ok 我们先一步一步来 首先它组成全体成员大会的法定人数 这个数量是多少 就我们现在六十四个人 然后乘以百分之三十 那多少个人就可以 可以 三十二个人 三十二个人不就是百分之五十吗 文书师兄 我们现在会员人数是六十四个人 六十四个人 然后按照新章层里面来讲的话 只要是 百分之三十的会员出席 百分之三十的会员出席 就可以组成一个最小的法定人数了 那么就可以去召开这个全体成员大会了 所以我们现在是应该是六十四乘以百分之三十 对 文书师兄临时按半数了 我们的新章层它是百分之三十 百分之三十就可以 好了 那我们OK我们回到这一句话了 这句话它就是说组成全体成员大会 就全体成员大会组成的一个法定人数 我们按照现在的后面的内容来讲的话就是总的会员数的百分之三十 就是这个人数了 然后这个百分之三十当中的 half of the number of members 百分之三十当中的一半 这个数量它就可以做书面的请求 给委员会来做一个书面请求来申请 来开一个特别的全体成员大会 特别的全体成员大会 OK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它这里的 动词现在分词短语加借词短语做后的定语 这个它就是一个限定的修饰的 就告诉你 你这个人数 是指构成全体成员大会的一个法定人数 那构成全体成员大会的一个法定人数的一半的成员 它就可以来写书面申请 首先这个是主语 主语的后制定语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may make a written request 这里后面又有借词短语 就后制定语 我们这后面是两个借词短语 首先第一个是to the committee 表对象 那么就是说 它要向委员会提出这一个书面的申请 做出这样一个书面申请 然后for这个借词短语是表示 目的是为了什么呢 是为了一个特别的全体成员大会 然后他要向委员会做出一个书面的一个请求 做出书面的请求 对按照我们如果是按照我们现有的会员的人数64个人 然后乘以百分之三十 那么再乘以二分之一 就是十个人 十个人他就可以去签名了 做书面请求 给委员会签名做书面请求来召开一个特别的全体成员大会 然后这里 连了后面一个条件状语从据做后制定语 修饰整具unless otherwise provided in the schedule 就是除非复表另有规定 不然的话 就就要这样子做 对我们的新章层是没有复表的 没有复表的话 复表没有规定 那么就是要按照这样来做 新章层没有最后一句 新章层let me check 对新章层它是没有复表 新章层就第59点 结束了就结束了 之前的复表的内容 它全部都填充到 填充到我们这个章层里面了 你比如说它finansh year 它也就是也全部填充进来了 还有关于我们刚才学的那个 法定人数 多少条 对关于这个我们原来的老章层 它上面是说 就是会员的一定数量的比例 它的构成最小的一个法定人数 那新章层就直接把30%写上来了 就直接把内容填充进来了 对因为新章层没有复表规定的话 那么所以 所以我们就是要按照这个来做了 好的那这就是这句话 这句话看似很长 其实还好 它的主体就是这么一部分 首先它主语有个后字定语 是动词的现在分词短语加借词短语 构成了一个后字定语来修饰这个主语 然后它的编语又是两个借词短语 做后字定语来修饰这个编语部分 然后后面有我们经常见到的 unless otherwise provided in the schedule 这个是条件状语重序 它省略了unless it is advised provided in the schedule 但是因为这个太常见了 我们之前的那个 之前我有做过这个 主卫兵做那个语法术 但现在我就没做了 因为这个真的很常见 好这就是这句话的语法结构图 所以我们在 其实我们在看 我们在看这句话的时候呢 除掉我这个橘色的部分 橘色的部分全是字页的部分 它的主句就是 half the number of members may make a written request unless otherwise provided in the schedule 第一个局势的部分 它是来修饰主语的 half the number of members 然后这个constituting 它是一个 动词的现在分词 它表示这些 就是一半成员 它主动组成的一个 法定人数 也就是说你 它不是被动的 这里是也表示一个伴随状态吧 伴随状态 然后后面这个 tutor committee for special general meeting 它就是修饰 a written request 修饰宾语的 对宾语做补充说明道 unless otherwise provided in the schedule OK 好的 那我们来跟澳洲老师来读一下这一句 OK 然后读完了以后呢 也希望大家能描述一下它 1 half the number of members constituting a quorum for a general meeting may make a written request to the committee for a special general meeting less otherwise provided in the schedule 1 half the number of members constituting a quorum for a general meeting for a general meeting but may make the written request to the committee for a special general meeting unless otherwise provided in the schedule 1 half the number of members constituting a quorum for a general meeting may make the written request to the committee for a special general meeting unless otherwise provided 1. Half the number of members constituting a quorum for a general meeting may make a written request to the committee for a special general meeting that is otherwise provided in the schedule. 1. Half the number of members constituting a quorum for a general meeting may make a written request to the committee for a special general meeting unless otherwise provided in the schedule. 1. Half the number of members constituting a quorum for a general meeting may make a written request to the committee for a special general meeting unless... 1. Half the number of members constituting a quorum for a general meeting may make a written request to the committee for a special general meeting unless... 1. Half the number of members constituting a quorum for a general meeting unless... may make a written request to the committee for a special general meeting unless otherwise provided in the schedule. OK,好, now it's your turn to practice this sentence. 请大家来复习一下这句话。 这里呢,关于它的一个职业部分, 我就先把它用别的颜色填充一下, 大家就可以自行理解。 主体部分就是这样子,好的,好,首先有请Giford。 好,我来试一下。 1. Half the number of members constituting a quorum for a general meeting may make a written request to the committee for a special general meeting unless otherwise provided in schedule. Thank you. Yeah, excellent, excellent. Thank you. Thank you so much. 好, next one, you're watching spirit. Half the number of members constituting a quorum for a general meeting may make a written request to the committee for a special general meeting unless otherwise provided in the schedule. Thank you. Yes, excellent, so fluently. Thank you, thank you so much, spirit. OK,下面有请Aileen. 谢谢老师,晚上好。 1. Half the number of members constituting a quorum for a general meeting may make a written request to the committee for a special general meeting unless otherwise provided in the schedule. Yes, wonderful, awesome. Thank you, thank you so much. 好,下面有请Vegoros. Good evening, Daisy. Hi, good evening, Vegoros. Yeah. 1. Half the number of members constituting a quorum. For a general meeting may make a written request to the committee for a special general meeting unless otherwise provided in the schedule. 整体来讲这个节奏真的很好,很好听 但是有几个单词,我想请您再读一下这个单词读什么 是 Quorum Quorum Yeah, quorum, OK, next one 这个是刚才我们一听清,这个没问题 这个读什么 Written Written Written,这个读written 这个很多人会读成written,但是我们来看 读written 对,它这个W没翻译了 Written 是 Written 对,它这个读written Yeah, OK 谢谢老师 Thank you, thank you so much, Vegoros. Thank you. 好,下面 next one 有请Joy Good evening Hi,Joy, good evening, please 1. Half the number of members constituting a quorum for a general meeting may make a written request to the committee for a special general meeting unless otherwise provided in the schedule Yeah, blended, splendid Awesome, thank you, thank you so much So enjoyable OK, next one 有请文叔师兄 1. Half the number of members constituting a quorum for a general meeting may make a written request to the committee for a special general meeting unless advice provided in the schedule Perfect, wonderful 哇,好厉害哦 哎呀,真的很厉害 这个没有声词 这个很长哦,真的很长 老师,我来简单说一下这一句的中文 好 就是 就是构成大会法定人数的半数成员 OK,sorry, sorry 我要打断一下 构成大会法定人数的半数成员 构成大会法定人数的半数成员 构成什么大会的 构成大会 什么大会 什么大会 我们有很多会啊,我们有管理 特别全体成员大会 这里是构成什么大会 你再想一下,你再看一下 大会嘛,就是那个 我们有很多会啊 全体成员大会 OK,OK,right 这里是指构成全体成员大会 全体成员大会 对的,好 构成全体成员大会 构成全体大会法定人数的半数成员 可以向委员会提出 召开特别全体成员大会的书面请求 除了副表令有规定 非常完美 Perfect 太厉害 老师,老师我想说一下 最后这一句好像新章城里面就把这一句取掉了 我看一下 46条 我有点印象 因为我现在看不到那个 看不到那个 Oh,yes,yes,you're right 对,因为我们没有副表 那我们 OK,因为我们没有副表 谢谢您的提醒 我还没有去对照 那我就把这一句给删掉 我前面用过这个 我就记住了 太好了,太好了 Thank you,thank you so much for your reminding 好厉害 谢谢文生师兄 谢谢老师 Thank you 好,那这句话 那我们就直接把它改了 因为还没注意到新章城是这样子的 好,那我们就直接是 Half the number of members Half the number of members constituting a quorum for general meeting may make a written request to the committee for a special general meeting OK,没有副表规定的话 那咱们就 没有副表规定 确实咱们也没有副表规定 就把这个给删掉 OK 好的 好,let's go ahead 那我们继续 如果是大家想练口语的话 还是跟着澳洲老师直接来 直接来 直接来模仿就好 好,下面有请Grace 1. Half the number of members constituting a quorum for a general meeting may make a written request to the committee for a special general meeting unless otherwise provided in the schedule 1. Half the number of members constituting a quorum for a general meeting 1. Half the number of members constituting a quorum for a general meeting may make a written request to the committee for a special general meeting must make a written request to the committee for a special general meeting unless otherwise provided in the schedule OK, please 1. Half the number of members constituting a quorum for a general meeting may make a written request to the committee for a special general meeting unless otherwise provided in the schedule yes excellent yeah thank you so much wonderful thank you thank you so much next one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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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od evening Dezey 老师 hi 三师傅 是 hello good evening Dezey 老师 good evening 三师傅 好 现在听到您的妙音了 好 有请 是 one have the number of members constituting a quorum for a general meeting may make a written request to the committee for a special general meeting unless otherwise provided in the schedule wonderful excellent as always 一如既往 thank you thank you so much 非常完美 the next one 有请我们的小局师兄 good evening Dezey 老师您好 好 我先来读一下这个句子 然后我把我自己感受的再说一下 我还是希求老师 在我错误的地方就直接上外帮助我 yeah 那我就不怕了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感恩老师 have the number of members constituting a quorum for a general meeting may make a written request to the committee for special general meeting unless unless otherwise otherwise provided in the schedule 我是这样子 我的理解是 从我直观来看一下 有错误的地方 请老师直接帮我指证 从这个句子的整体来看 我是这样子来看待 首先我要知道 这个句子 它的目的是干什么 比如说这里 它就是要告诉我们 我的理解就是 它要告诉我们 它就是要提出召开 特别全体会员大会 要有一个书面的请求 做这个事 那做这个事呢 它需要一个人数的 就是它需要人数的构成 构成这个会议 那这个人构成 就是有这样的资格去提出 召开特别全体成员大会的人数 它有一个要求 就比如说 因为我数学不是很好 所以我用一个整数来打比 比如说我们协会是100人的话 我们100人的话 那要首先要达成 构成这个法定人数 那就是100的30% 就是30人 然后法定人数的一半数 就是15个人 那达到15个人数 就是15人这个数量 那就可以以书面的形式来提出 召开特别全体成员大会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句子 老师我这样子的理解 对不对 对的 对的 是感恩老师 好我们再来看英文的 half number of members 一半数成员 成员的一半数 成员的一半数 什么样的成员的一半数 constituting acquare 就是构成法定人数的成员的一半数 就刚才我们拿100人来打比方 那构成法定人数的100乘以30% 就是30人 然后30人的一半数 就是一半数就是15人了 接下来是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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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enre meeting 他是为了 就是这个 就是表目的嘛 目的是干嘛 是为了 全体成员会议 make 就是可以 可以 written request to the committee 就是可以提出 书面的 书面的请求 那向谁提出呢 向委员会来提出书面的请求 首先他要人数够了 够了呢 就可以提出 向委员会提出书面请求 请求 请求的目的又是为了什么而请求 for a special giru meeting 就是为了 召开特别全体会员大会 为了这个目的来向委员会提出书面请求 后面这一段就是 unless otherwise provided in the schedule 除非 就是有例外的情况 除非啊 在这个 副表 就是 副表当中 另有这样的规定 那现在新章城没有这一条 那我就不去管他了 好 感恩老师 非常完美 thank you 谢谢您 好的 那这里呢 我也想说一下这个 补充一下这个for for的话呢 有的时候 它是表示借词 但它也不是全部都是说为了什么什么的目的 我们来看一下for for它有的时候也表示就什么什么而言 就全体成员大会 就构成全体成员大会 法定人数 而言 里面的一半的 一半的成员呢 它可以做书面申请 像委员会 做书面申请 我们来看一下for for它是个介绍的很多意思 要对象表用途 是为了帮助关于代表受雇于意思是 支持拥护 很多很多 还有一个就是就什么而言 就是很多 它不一定这个for就是一定表目的了 你得看 因为它这里面有这么多意思 20种意思 反正就是看它的语境吧 在哪个地方表达的更顺畅 就用了一种意思 好的 OK 那大家这句话也不在话下了 都非常完美的演绎了 OK 太棒了 好的 那我们 Let's check what can we do for the left over two minutes 我们看一下 我们还有两分钟 我们来做一点什么呢 看一下 我们先来预习一下下一节课的内容 下一节课的话 下一节课的内容是说 to the request 我们这里说了 就是说这个构成全体成员大会 法定人数的一般人数 它可以这样做may make 它这个不是说must的 不是说必须的 是说我们可以这样去做 这样去向委员会 这样去做一个书面的请求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请求 它有书面请求 有什么样的要求 第二点是 the request must state the purpose of the special general meeting 那么首先呢 第二点呢 就是对这个书面请求的 一个具体的要求 首先我们看一下 它有A点B点的要求 它的两点要求 第一点要求就是 the request must state the purpose of the special general meeting 首先它这个请求呢 它书面的请求 它必须要描述 必须要描述 the purpose state 是指描述 然后描述什么呢 the purpose of the special general meeting 要描述这个特别 全体成员大会的目的 所以你要写书面请求 要召开 但你要在书面的请求上 你要写清楚 你要描述清楚 你要召开全体成员大会的目的 这是第一点 and 好 我们看一下 and就是两者都要写 就是缺一不可的 它这里是and 不是all 好 那首先A点是第一个必要条件 第二个必要条件是什么呢 be be signed by the members making the request OK 所以第二点的要求呢 必要条件就是说 the request must be signed by the members 那这个请求 这个书面请求啊 必须要被这些成员签字 一定要在上面签字才可以 然后他这里这个成员呢 他又做了一个making the request 他也是一个动词的 动词 动词ing的一个短缘 他这里也是做hold定语来描述这个的members 他这里在描述是指做那些 主动做那个请求的这些 这些成员要来签字 也就是说刚才就像小菊师兄说的 我们假如说会员100个人 然后100个人 他构成全体成员大会的法定人数是30个人 然后30个人的一半 15个人就可以来 可以去向委员会做一个书面的请求 来召开一个特别的 一个全体成员大会 但是他们这个书面的请求呢 这15个人的书面请求呢 首先请求里面他两点要素要包含 第一点的话就必须要描述 我为什么要去请求要召开这个特别全体成员大会 我必须要把它目的写上 第二个的话就是说 做这些请求的15个人 必须要有你们的签字 必须要有你们的签字才可以 所以这里making the request 这里也是可以理解为什么呢 它是主动的 是这些成员他们主动的做请求的 所以是动词的ing 分词 动词的ing形式 做一个后置定语 如果是被动的话 像我们之前学的有一些是被动 就是required 什么什么的 但是这里的话是因为前面我们有讲 这个成员他是这样做 他是主动去做的 他不是被动去做的 所以这里面的making the request 他就是一个动词的ing 比较主动的一个状态 是主动做请求的这些成员 你必须要去签字 也就是说是15个人必须要签字 好的 OK so thank you so much that's all for today 那今天我们就先学到这儿 然后我们下节课呢 就来继续学第二点内容 thank you thank you so much see you next time bye bye